叔叔想要我跟他投资盖酒店我当场就拒绝了 反手我就给了他两个亿 什么 两个亿 是的 我给你两个亿 但是酒店我要占20%的股份 好的 没问题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何阳和等贤正在商量事情的时候 突然走过来了一位中年男子 二哥 你旁边的这个年轻人是谁 也不介绍介绍 这是我女儿的男朋友 叫做其等贤 三叔叔 你好 等贤是吧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呀 家里父母是做什么的 俺是耕田的 我的父母也都在农村耕田了 切 原来是个耕田的 简直是浪费我的口舌 我说二哥 你女儿眼光也不赶的 我就不陪你们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真是个失利眼 一点眼光都没有 等贤回到聚会房间后 便把在张天龙那边挑选的紫色玉镯送给了何小言 小言这只紫色玉镯送给你 怎么样喜欢吗 紫色的玉镯好漂亮啊 我很喜欢 谢谢你等贤 切 一个破手镯桥把你开心的 价值十多万的卡德亚玫瑰金手镯不要 拿个地摊手镯开心的要死 真是服了你了 哇 你不可以这么说等贤 你太过分了 何小言的妈根本就不知道 眼前这个紫玉手镯的价值 她显然是觉得等贤配不上她的女儿 等贤你跟阿姨出来下 阿姨想跟你单独聊聊 说完林一芬便把等贤带到了外面 岂等贤我希望你能离开我女儿 你不适合她 阿姨 我是不会离开小言的 你是要气死我吗 我们家小言是家族的人中龙凤 可是她却交了你这个最穷的男朋友 你叫我这连忙哪哥 阿姨 我会努力的 我会努力奋斗 让小言过上幸福的生活的 您再给我点时间 岂等贤你怎么就不明白了 不是阿姨我打击你 你就算是努力一辈子 所能达到的终点 很可能只是到达了别人的起点 阿姨有句话说得好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岂等贤 我最讨厌你这种 没实力还爱装逼的小伙子 你知道吗 这里是二十万的支票 拿了支票赶紧走以后别再来打扰我女儿了 此情此情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我直接回了阿姨一千万支票 阿姨这里是一千万 算是给你的见面礼吧 以后你会知道我说的话都是真的 我走了以后阿姨显然觉得我是在装逼 而且认为我给她的支票肯定也是假的 随后我便来到了超级包厢 只看到我的助理陈豪诚居然也在这里 一群群附加子弟跟先恐后要进咔嚓 陈总 我是何英成 是何教授的三儿了 咱们可以认识一下吗 陈总 我是何明国 是何教授的大儿子 我们可以一起研究研究铁山靠吗 不好意思各位 陈总现在没空 大家都让让不要围在这里 陈豪诚忽然看到了站在角落里的等贤后 脸上露出兴奋的神色 于是便大步地走到了等贤的面前 齐 齐少爷你怎么也在这里 怎么不是先跟我说下 我也好友所准备 低调低调 不要暴露了我的身份 这穷小子是什么时候认识的陈总 我没看错吧 这小子不就是那何小言的穷男朋友吗 这是什么情况 看到众人的围观等贤也不想表现得太过张扬 陈总 怎么敢劳烦您亲自给我进茶了 给齐少爷您进茶是我应该的 对了齐少爷旁边这位是您的女朋友吗 还没等我开口 何小言的爸爸就走了出来说道 对对对 她是等贤的女朋友 她叫何小言 我是她爸爸 是的 她说的没错 原来是这样 小言这张卡你拿着 这是我们鼎河集团的超级会员金卡 持这张金卡在我们鼎河集团旗下任何行业消费都能打五折 此话一出现场所有人纷纷投来羡慕极度恨的目光 因为这种超级金卡可是高级身份的象征 何小言转头看了看等线 既然是陈总给你的 你就拿着吧 好羡慕啊 小言居然拿到了 我梦寐求了鼎河集团VIP超级金卡 随后陈豪诚又从身上掏出了一张明天递给何小言的爸爸 何兄这是我的名片 以后有事需要帮忙可以找我 看到陈豪诚主动递给他明天 激动的何阳有些不知所措 在身上摸了好久才摸出一张明天回敬给他 陈 陈总你真是客气了 这是我的明片 两人互换明天的场景被家族中的亲朋好友看见了纷纷投来了羡慕的眼光 那吉少爷我先走了 有空再去 好的 那你先去忙吧 陈豪诚刚走何阳的亲戚就纷纷围了上来 二哥 没想到你能和陈总搭上关系 真是不简单啊 二弟 你居然能跟陈总搭上关系 以后别忘了大哥我 我也是沾了我女儿男朋友的光 不然哪能和陈总搭上关系啊 一旁的亲戚不停地拍着何阳的马屁 何阳听得也是一阵舒服 此时的林一芬走了过来说道 那个等贤 阿姨刚刚话说的可能有些重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没事阿姨 我早就忘了 我就说等贤好吧 老婆子你还不信 老头子我知道了 你少说几句没人当你是俩吧 接下来很快就来到了和老爷子注授送贺礼的环节 老爷子 这是我精心给您准备的汉玉白菜 祝老爷子您鸿福齐天 不错不错 这汉玉白菜品相不错 老爷子这是我给您准备的奇山玉雕 您看一下喜欢不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后辈的送礼时间 只见孙耀站在凳子上自信满满地展开了一幅猛虎下山图 何教授 您看一下我这幅画喜欢吗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唐伯虎的真迹猛虎下山图 对这幅画就是唐伯虎的猛虎下山图 是我前几天出产米国花了3800万的价格买来的 为的就是今天献给何教授 不知道这位齐等贤先生带了什么礼物 竟献给何教授 礼物我是准备好了 只不过我怕我拿出来的时候会吓到你 说完齐等贤也跳上了椅子 展开了他那幅猛虎下山图 怎么会有两幅猛虎下山图 究竟哪一幅才是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